Hello大家好我是Emily欢迎来到的频道 那一年一度的黑屋又要来了 你们准备好买什么了吗 今年我已经提前买了一些东西 都是我之前好奇很久并且没有买过的品牌 今天就跟大家一起做开箱和试色 看看是种草还是排雷呢 这期视频是跟TopCashback合作的 那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是一个回血网站 TopCashback是个英国老牌的反例网 买东西美妆护肤包包鞋子运动品 订机票订酒店都可以通过 他们在额外的节省到一部分钱 我觉得用反例网就是积少成多的 有的时候你可能就买了比如说几十道东西 然后就反例了几道 但是过一段时间特别是这种打折机以后 会突然有一笔不小的收入 还是很惊喜的 而且TopCashback是完全免费使用的 每次购物都省的是自己的钱 省下来的是cash 他们不仅有英国站还有美国站和中文站 中文站的话有中文客服 并且他们的官方微信微博都会实时更新一些优惠信息 就像前段时间双十一 我看他们的活动都震惊了 Natural Porter给到的反例是20% 就是通过他们直接打八折 然后Shop Bob是15% 当这种活动好的时候真的反例很夸张 他们的合作商也非常广 并且遍布全球 美妆类的比如说 Sephora, Fear Unique, Cult Beauty 时尚类的像Natural Porter, 24S, Sense, Selfridges, Farfetch 这些我们熟知的时尚电商都有 母婴类的像Windling 这我不知道读的对不对啊 就是德国很有名的海淘母婴用品的网站 健康类的比如说iHerb, GNC, My Vitamins这些都有 我这次购买要开箱和接下来的推荐分享 都是可以通过TopCashback来购买获得反例的 并且重点是无论官方的折扣有多少 反例都是可以再叠加的 使用方式也非常简单 首先注册会员 关注我的朋友应该用北美站跟中文站会比较多 这次他们给到我 北美站和中文站的专属注册福利是12美元 只要通过我影片下方的链接去注册就可以了 中文站的话你也可以直接输入推荐码 Sleep 进入页面以后你就直接输入你想购物的网站 然后就可以直接买买买了 成功下单以后 反例将会在7天内出现在你的账户中显示代反例 当你过了商家的退换期 商家支付了反例以后呢 就会转入可提现状态了 接下来就来开箱吧 我这次最先购入的呢 是Selfridges 这是一个英国的百货公司 它上面真的非常好逛 而且有很多品牌是在加拿大买不到的 你们可以关注一下上面的价格 特别是美妆品 他们的定价会比别的很多地方定价要低 这网站是先预付关税的 所以你没有收到以后要再去补税的问题 海外用户可以考虑像我花75刀买它一年的这个运费 这个75刀其实你买两次就划算了 以后你无论下单买多少东西 你都不用再考虑一个额外的运费的问题 而且它这个是特快 从英国寄过来 我一个星期不到就收到了 是比大多数加拿大本土电商寄的多快的 目前Selfridges最高反例是6% 黑股期间可以期待一下 往年最高可以到10% 就是另外打9折了 首先让我们开这个最大的盒子 这应该算是一个大箱子吧 你看超大超级重 这是我一直很想剁手 但一直都舍不得买的香薰品牌 Sea Trudeau 这是一个非常老牌的法国香薰品牌 它是成立于1643年 然后它是法国皇室御用香薰品牌 这个是正儿八经的凡尔赛 这个品牌它过于真的是有理由的 你看它这个外包装 我超级有质感的 我这次收了什么呢 我这次收了他们这个很有名的蜡烛灯 现在Selfridges是有个八折的活动的 我这个是在折扣前买的 反正打折的时候 这已经早就卖完了 我一直很想在打折的时候 买这个蜡烛灯 但基本上每个店商一到打折 这款产品都是卖完的 所以我就不考虑打折了 就直接下手了 他们还有一个说明书 这个就是蜡烛灯装好的样子 这个合作打开第一印象 就是里面东西好多啊 然后这个是下面这种小蜡烛 这个是放上面那个盘子 这个是灯罩 然后这也是盘子 这种小的是里面的香薰 我要阅读一下说明书 我现在有点搞不懂 这是一个架子 应该先把这个蜡烛放在下面 你看它里面蜡是人像 我就把这块蜡放在这上面 哇 结束 这个就是点完样子 真的又好看又安全 而且这个味道好好闻哦 它给到四块这个浮雕的香蜡 然后每个可以点八小时 这个是不是很美 把家里太好看了 我真的很喜欢这种香香又漂亮的东西 这个味道真的太好闻了 我现在点的这款就是一股茶香 绿茶白茶的味道 它阔香真的很快 而且还没有烟 因为我收到这个以后 对这个品牌好感度大增 于是我又马上趁着现在selfages打八折 又入手了他们的那个room spray 那款主要是它造型实在是太美 而且太奢华了 我已经没有在考虑它的味道会是怎么样了 我觉得摆在家里就很好看 接下来我又买了一款 我买过最贵的蜡烛 这个牌子是Fonaceti 这是一个意大利的这种香氛家居品牌 国内的话你可以在联卡服里边看到他们 我这个是300克的蜡烛 我才拆掉外面的素风就闻到很浓的香味 他们有很多款蜡烛 我这次就通过它的造型盲选了一款 这个造型真的很好看 它是分有蜡烛跟盖子的说明书 它不仅是前面有脸 你看它是一圈都有这个脸 然后上面的盖子是这样的 怎么样好看吗 这个是Fonaceti跟穿久保龄的一个合作款 所以你看就上面这些点点 它有纪念价值 我也很喜欢它这个红唇 这个品牌它标志的就是这个女人脸 它是19世纪的一个歌剧家 我这款味道是薰衣草跟白里香 我这个就不点了因为这个闻起来真的很困 我觉得这个适合在床头点 我刚就吸了几口已经觉得挺困的了 这个300克它是可以烧60个小时 我真的觉得他们这个设计这个女人头像非常酷非常有意思 趁着现在打着我又收了他们两个展示的盘子 就是你可以挂在墙上的那种做装饰很有意思 这个就是摆在架子艺术品 再然后还是Selfchitz上面买的 我收了两个这个白里豆的口红 你看他们这个口红的盒子这么大 我买的时候他们口红色号已经很多都卖完了 他们这个口红的外包装跟他们那个香水的外包装都很像 很显洁的这种白纸 打开你看它还有一个布袋子 哇这个包装还挺好的 金色跟银色 然后这个非常有重量 它的银色这个下面写了白里豆 这个色号是Tokyo Rose 这是一个哑光的 是这种美粉色的 火龙果色是不是 它膏体上面也印着这个B 这个logo跟Fenty Beauty好像啊 我今天不应该画个这么妖艳子的眼影 它们哑光质地很好 很顺滑 而且很薄 它这个口红的开关 就是它会旋转一下子 是个磁铁 非常质感 非常高级 我选的另一个色号呢 是这个Dance Hall Queen 一样是一个这种小麻布的袋子 这款是断面的 我们就看看它跟哑光的有什么区别 是一个梅子色的 你看相比而言 它是有一定光泽度的 这个颜色也不错 是那种蓝调子红 有一定的光泽度 但又没有很亮 然后颜色覆盖度很好 它们说的口红不错呢 接下来我这次又在Cout Beauty上面选购了几样产品 如果你想买Suku还有Victoria Bigham的彩妆的话 是可以考虑这个网站的 现在通过Top Cashback购买是可以有最高7%的一个返利 我这次选了几样Victoria Bigham的彩妆 终于试到这个牌子了 这个网站是不包税的 我收到的时候付了20几道的税 这个价格还可以 首先看它们这个外包装 是这种有点发黄的纸壳 我本来想试它们那个细管的口红 那可是都卖完了 我这次收了什么呢 首先 我收了一个这个亮片眼影 它这个包装好酷 还有质感啊 你看是那种像戴帽一样的花纹 然后我这个色号是Blonde 这就是那种亮片 这是它们最浅的一个亮片 很美 是那种白色大亮片里面 是那种金色光的 因为我已经画了睫毛 所以不是很方便上 这个亮片还是很美的 通过刷子上也还可以 我这次就选了一个 最保险的这种白色 唇布产品 我选了它们两个新品 Lip Tint 就是染唇液 好像就出了这两个颜色 唇布产品非常质感 感受一下这个包装 真的很有分量 于是这种戴帽图案的 上面印着logo 看看里面什么样 是一个棕色 这个颜色的染唇也好神奇 这个上嘴很好看 而且好有气质这个颜色 比较暗的红棕色 这个染唇液真的上嘴很薄 什么感觉都没有 但是它干了以后 会有几乎所有染唇液的一个通病 就是你看它的上嘴唇这边 会出现一条线 就这边 但这个颜色 真的在染唇液里面没有见过 再看另一支 哇这个真的是重 这个是稍微有点豆沙奶茶色的那种 这个虽然稍微有点卡线 但它干了以后的颜色好好看 我都不想把它擦掉 你们发现没有 它上嘴颜色都要更深 会结合到你本身的唇色有所改变的 这个上嘴比试色看起来好看多了 这个也喜欢 我没有想象它们染唇液这么好看 比较而言的话 我觉得染唇液比这个亮片眼影更值得收 这两条色真的非常高级 这个眼影虽然挺好看的 但也挺常见的 这种类型的非常多 它并没有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以上就是我这次收到产品的一个开箱了 因为今年双11的时候 国外电商活动也都很好 现在快递好像已经处于一个崩掉的状态 我从11号开始买的东西 到现在都不知道漂泊在哪里 接下来说一些网站和化妆品的推荐 像Beauty Bay它黑五期间最高 可以达到12%的一个反例 我觉得在Beauty Bay上 买Linda Harbour还有Nabula是不错的 这两个牌子也很难买 现在他们网站上这两个品牌都有折扣的 Linda Harbour这个Metallic Mysteries 2眼影盘 这个我之前做过评测 现在Beauty Bay也有折扣 这个金色亮片真的绝了 巨大巨散 你可以盖在各种各样别的眼影上 它看起来就很有节日气息 像金粉一样 它是香槟精 不是很黄金的那种 这个品牌在他们官网上买会收很多的税 Nabula现在折扣也很大 So Blooming 这盘眼影巨美 它一直以来说紫色眼影里面排名前几的 它是很美的雪青色 而且Nabula美盘这个亮片都巨厉害 喜欢紫色眼影的一定不要错过这个雪青色的盘 这个很有森林感的Secret也巨美 它们的蓝绿色还有铜金色非常绝 这盘里面这个亮片 闪着绿光的亮片 两个亮片都很厉害是不是 Pumple Grass的网站上呢 是有最高8%的反例 现在说我之前评测的两个像sample一样的眼影 还是非常划算的 就基本上是达了五折 很多都来自于他们那个四号大盘 你们可以看我之前视频决定 要不要收这两个小盘 虽然包装非常简陋 但是内容真的很划算 那两个眼影盘太小 我实在找不到放哪里了 大盘的话前段时间才出了这个Mega眼影盘 这个虽然包装low 但它也非常划算 你看18色眼影最便宜的价格 往往是205到以上打7折 还是很划算 基本上买他们一个大的眼影就差不多了 这个Mothership大眼影的话 我还是推荐这个玫瑰盘2号 就是有一颗变色龙眼影的这盘 这盘就超美 如果你喜欢这种玫瑰色系的话 一定不要错过 这个妆效率很高级 然后我每年黑五都会囤的呢 还有切尔氏 切尔氏前段时间双十一 我已经买了一单了 那个时候是全场七五折 我相信黑五的时候会至少有个七五折 或者七折 因为它们每年都会打折的 通过Top Cashback买的话 可以最高反利8% 我在切尔氏会囤的东西 一个是那个氨基酸洗霸水 而且一定要是最大瓶的 那个就是很好用 性价比也很高 我还会给阿雅屯宠物的那一系列 洗发水 沐浴露 还有一瓶那个喷香香 它们这个洗护产品 洗得很干净 洗完毛也挺亮的 非常耐用 像我都是自己给它洗澡的 而且洗的还是蛮平凡的 基本上可以用搭半年 用量非常省 这个也很划算 洗面奶的话 Ultra Facial Oil Free 这个是要买好几只的 然后容易长到的人会囤金盏花水 它们那款深蓝色男士润绳膏 非常好用 如果想要凑单的话 可以给家里的另一位买一个 另外就是植村秀 那它们每年黑五都会打折 基本上都是七折 我会囤它们琥珀的结盐油 跟固体的那个结盐膏 这个是它们最好用的系列 洗得超级干净 如果你是经常出差的话 买这个卸妆膏更方便 通过Top Cash Back 买植村秀的话 可以有最高7%的反例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哦 拜拜 我开了门以后 整个走廊上都是香味 它还蛮适合放那种 比较大的客厅 或者大的房间的 因为它扩项能力很强 拜拜